今天真是一個非常好的打臉的日子 而且打臉的巴巴的響 響得讓大家都覺得好愉快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先講兩件打臉的事情 哪兩件 第一個 你看你剛剛在講楊智良的事情 楊智良之前兩件事 一個說唱衰台灣的防疫 當初楊智良還說什麼 各位要注意時間點 楊智良兩件被打臉的事情 其中第一件 就是他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說 台灣在未來3個月之內 疫情會大爆發 然後台灣會變得跟日本一樣 楊智良當時講完的時候 時間點是在1月中到1月下旬左右 各位去想一件事 現在已經是4月底4月下旬了 到了4月下旬左右 我請問你3個月的時間到了 請問台灣疫情有大爆發嗎 沒有 顯然沒有 請問台灣的確診人數 有跟日本一樣嗎 顯然也是沒有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已經重重的打臉了楊智良 當初1月所講出來的話 但是讓人家覺得 最神奇的事情是什麼 是楊智良連打疫苗這件事情 他都自己打臉自己 不但打臉完自己 他還可以解釋一番道理給你聽 怎麼說 各位可以看一下 楊智良唱衰的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大家了解一下 看一下圖上面 你可以發現他是在3月22號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唱衰國產疫苗 還說我絕對不打國產疫苗 我台灣疫苗還想拼外銷 鬼才跟你買 楊智良當時還說什麼 說國產疫苗他為了這件事情 還要帶人去衝衛服部 當初話講成這個樣子 結果各位看看這張圖的另外一邊 這張圖的另外一邊告訴你 到了4月16號上個禮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楊智良 他去接種了國產疫苗了 奇怪 還不到一個月 你不是說當初說 想買國產疫苗的人是鬼 想打國產疫苗的人是鬼嗎 現在楊智良自己 怎麼去做鬼做的事情 而且楊智良你要注意一件事 4月16號楊智良去接種國產疫苗 他是去接受我們國產疫苗兩家 一家是高端 一家是聯亞 聯亞的二期三期要合併做臨床實驗 他去接受是聯亞的臨床實驗 所以你要去注意一件事 楊智良不但去完成了 他講了當鬼要做的事情 去打了疫苗 楊智良這次當鬼還附帶了精子 為什麼 因為他去打疫苗的時候 有車馬費跟營養費可以拿 所以你看他跟一般當鬼的情況不一樣 一般人當鬼 你這個沒有車馬費跟營養費可以拿 他這一次去當鬼去打這個疫苗 他是有營養費跟車馬費可以拿的 所以你看楊智良第二件 打臉自己的事情 就是在接種國產疫苗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當時出來聲援他的國民黨的人 你們都不會覺得楊智良 聲援到自己都會心虛嗎 然後當時還有很多人說 支援楊智良說 楊智良只是講他該講的話 還有國民黨的人幫他說什麼 說楊智良有他的專業 他才提出警示 兩個警示你都看起來都覺得搖搖頭 第一個警示 三個月大爆發這件事情 很明顯就打臉自己就沒有 第二個你如果對國產疫苗這麼沒信心 各位去想一件事 楊智良為自己打疫苗的行為 他怎麼說的 他說是我的好朋友拜託我幫忙 所以我才去做這個 清皇他還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我完全聽不懂 你會解釋一下 因為他說他去打 是因為要表達對政府無能的抗議 這什麼意思 他可能 我們有兩個字的形容詞 叫做跳針 跳針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去跟你爭執原來的對與錯 我跳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面 楊智良這件事情很擅長 你看楊智良本來解釋說 自己為什麼要去打國產疫苗 他是說我有好朋友拜託 所以我才去打國產疫苗 但憲平你去想一件事情 打疫苗是打到身體上 如果像楊智良自己講的 一你對國產疫苗沒信心 第二你認為打國產疫苗 那個鬼才會做的事情 請問一下好朋友去拜託 你會冒著生命危險 就去打這個疫苗嗎 你是開玩笑的 所以絕對不是單純的好朋友 拜託幾個字解釋得通 一定是什麼 他自己也覺得 國產疫苗有一定的保護力 所以好朋友拜託 我就順勢答應的去做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看 做完了之後 他就反過來硬要凹一下 告訴你解釋說 我就是為了證明政府無能 所以我去打這個疫苗 所以楊智良是認為說 你打完這疫苗之後 三個月之後你會確診嗎 要不然你要用什麼方式 去證明政府無能 所以你會發現 楊智良講的兩件事情 基本上都在打臉自己 但打臉自己的 只有楊智良而已嗎 當然也沒有 今天最明顯打臉到自己的是誰 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法委員 鄭立文罵 因為他在今天自費疫苗開始之前 鄭立文怎麼講 鄭立文形容說 國產疫苗四個字 罰人問金 再講一次 罰人問金 意思就是說 鄭立文講說 國產疫苗沒人要打 政府有沒有想好對策怎麼樣 結果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剛剛瑞德哥有講 你看台大幾家醫院 都已經預約而滿 都六七百人等著要打疫苗 你看看這是哪一家醫院 這個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台北萬方醫院 萬方醫院4月23號 還有這4月27號跟4月30號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都顯示什麼 這個自費疫苗通通而滿 所以不是只有台大 不是只有慈濟 萬方醫院也是而滿的狀況 除了萬方醫院之外 我們也看到什麼 布立桃園醫院的掛號系統 各位都可以進去查 布立桃園醫院的掛號系統 4月21號 4月23號 也都是出現而滿的情況 換言之你現在要去打 你告訴我這個狀況叫 罰人問金嗎 如果這叫罰人問金的話 我就會覺得國民黨的人 對於成語的理解跟解釋 跟我們一般人不太一樣 然後你再看看 我剛剛也查了一下 這個布立台中醫院 他在預約的狀況 看起來也很熱絡 我們至少看到布立桃園醫院 布立台中醫院一週的時間 預約的人數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大概也有五六百人左右 所以你這樣勾起來看一看 從台北到桃園到台中 預約的人數這樣算一算 已經好幾千人了 所以你怎麼能夠說 這叫罰人問金 再去看現實的需求是什麼 現實的需求是 有人是台商 有人是台幹 有人要出國念書 在這個時間怎麼樣 就是AZ疫苗 怎麼樣都比沒有好 所以他一定會去打疫苗 那再去想一件事情 對於台灣來講 為什麼醫護在這個時間不一定要選擇AZ 因為我們防疫守得好 醫護可以等 國產疫苗 聯亞跟高端 據我所知保護力都還不錯 然後什麼時候出來 六七月的時候出來 所以你去想一件事 昨天好像有人在講說 台灣除了AZ之外 有沒有其他選擇 陳時中不就回答他了嗎 部長就回答你說 有 你再等一兩個月就有 確實 到了七月份至少你有聯亞 你有高端 而且到時候可能六七月的時候 你連莫德納都出來了 選擇性變這麼多家 你想想看 在這個時間點 這就是為什麼 如果你不急了 確實你可以等 但急了 這時間至少政府提供了 這疫苗給你 所以你看 對於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用罰人問金四個字來講 這個臉打得重不重 打得又想又重 沒有 沒用 是 我們 沒有 是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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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